啊 切洞子 整个小臂斑 确实手掌斑 小臂斑 手手不要往后寻 手手不要往后 手手往前飞 斑 斑的时候手手还是往前飞 这个不能弄 不能弄 手切洞子 手手不要动 斑 嗯 碰住了 这个再正常 就是这样 动到各地 动到各地 这一番 来 这一番 这一番你这个可以弄点 这个速度有点弄错 这是不是用你这个比 好 你不要练那么重 因为你 你的状态 你轻轻能够比较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拉肩后 慢慢地明白 啊 能能比较到吗 那前手前手鼓鼓鼓的 前面这个 这样子 啊 这个是腰 腰 我们去看腰部的肌肉 它是四通八 发展 啊 它是四通八达 有往上的 有斜往后的 有沉的 啊 有直 直直直的 所以腰部是什么 腰部是疏离 腰部是带动什么 在传递力量的方向 传递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力量 经过腰部传送到不同的方向去 所以腰部本身不产生力量 你们去看腰部的肌肉结肉 它都是一束一束 长脖一束一束 它不像这边的肌肉 不像这臀部的肌肉 它是 它是一整块的缩 所以它是传递力量 啊 所以说腰围形嘛 大齐嘛 军功的大齐 军队是大齐到哪边 军队的力量 到哪边 因为它是引导方向 下面上升跟上升的力量的方 方向 啊 所以要把那个不同的方向的肌肉 把它练 练出来 啊 好 这个是腰 有问题吗 这个腰 这几个重点都要花时间练 练 好 好 我们假设到这个 右肢 所以 所以 腰掌一般的 一般的掌握是前手对到圆 融出 腰这个掌是后手 后手 后手对到圆 圆 圆心 后手的手指对到圆心 所以你的手肘必须要往前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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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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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对 啊 好 走还是 左扣 还是要翻 翻身 从 后 到平时的时候 往前抱 这个是最最最简单 最最舒服的 哦 这个麒麟祖书 这是念 腹 腹 这个掌啊 手是这样子 往下往前滑 它跟腹是相对的 所以你的腹部 有一点往后收 然后 然后 腹部 腹盆 往后翻 把这个腹部 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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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掌是属于 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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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腹部 昆 是属于女 女 属于女 女 呃 昆 昆 昆 这个 式子 是 女子 也就是说女子练拳 女孩子发尽从哪发 女孩子力量在哪边 女孩子力量在骨盆 男孩子的力量通常在上半天里 我们习惯有上半天里 女孩子的天生力量是在骨盆里 所以她的这个力量 她要她是这个 所以你们看刚才我讲那个我村的那个摄影 真的女生的摄影 她这个骨盆是这样的 她骨盆是这样的 她是这个力量 她是这个力量 往上翘了 她的力量是这样往上翘了 后来变成男生了 现在都是肌肉男群练 她不习惯这个力量 就变成这样子 她就变成上半天里的肤体 那这能不能说是永春的男生版 可以说是永春的男生版 但是你不能丢掉了这个 因为这里面的学问是很大的 这个是男生的本能 你用这个去打 是男生的本能 里面的学问 这个的学问道 这种力量的学问道 这是女孩子的力量 女孩子的力量一般比男孩子巧 比男孩子有学问 因为她弱 她弱 所以她用的力量是很巧妙的力量 她用的方法 是很巧妙的方法 所以很值得学 很值得研究 好 所以这个是属于坤坤坤 属于腹 所以这个在走的时候 手往前抱一个圆 然后呢 腹部稍微往后 胸这个上腹往后 然后骨疼往后一翻 就跨这个地方啊 一翻 变成把你的小腹往上面一拖 把小腹往上一拖 这个力量 所以你的背是圆 背是圆的 这样 肩胛骨放松 上帝上面是往前送的 胸松掉 这个时候的胸就是落下来 胸的功能不要那么多了 胸放松下来 就到腹 腹一拖 好 这个是腹 稍微往内转 后手对到原心 手不要撑太大 手就是抱 我让你抱一个小孩 爪子一样 但是手怎么会让你抱一个小孩 爪子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他通常都是在我们练拳的最后一次 你练八个拳所有的拳 最后的终极都在步 这种式子 你前面再怎么运动 你到后面这个式子一做 你的气息就啪就下了 下了人到处 你看 所以这个是龟 龟丹平 城间最终 龟丹平 好 这是龟 是龟到处 你看 你试试看 然后要把这个小肢要往上拖 拖 拖拖拖 拖拖 拖拖 你看那个胯子就往前一推 往前一推 往前一推 往这边一推 把单前这边往上一拖 所以这种拖拖 它属于阴 属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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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的这种拖是属于阳 属于阳的女 这个意料 属于阴 阴 阴的阴 所以我们练拖跟运动 人生都是从阳 从阴到阳 阳盛 慢慢 归到阴 这是一个自然的 一个过程 所以力量不能在阳的地方 其实是 我们运动或练拖 为什么要有后面的收工 后面的暖身 为什么把你们练起来的 那个兴奋的那种力量 下来 回归到阴去 好 好 今天大致用了那个 结构跟压力 平衡的那个概念 和你们讲了这个巴姆掌 用巴姆掌来练习的 讲了巴姆掌的一些要领 有问题吗 有 有问题吗 有 因为东西很多 你们回去要好好的 复习一下 因为青果 它开 是这么费 那 开的感觉是要 因为我们 我们这边动 我们的感觉是在这 跟那个没关系 跟你的肩跟肩有关系 你的肩往后 这边才会开 开吗 对 要不懂 所以不要走到肋骨去 肋骨 肋骨是属于肝的范围 下肋骨 是属于肝的范围 下肋骨 是属于肝的范围 那你是练单边 本来就是啊 只要分左右就真边 那它也是这边开这边就全币 不是 是哪边开的多 多跟少 那内市长是全台可以练全币 它也不能全币 也是多少 全币啊 对啊 懂得吗 所以平时你用的是左右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你练的时候就给练的那部分给它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 八 八十 调配 这样有没有练 那我们现在在练就是尽量没有发生差距 对 好 所以你走一个掌啊 要有一个时间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时间的长度 为什么 因为你在调配这个能量 你的结构做对了 结构打开了 里面的气血它要重新复制 重新调配呢 你必须走走走 你提供的能量到一个程度 你的气血能量才会重新去调配 到你要练的部位去 所以你如果说我走走走走个 两圈三圈五圈你就平了 那没有太大练 对 因为他还没动 所以比如说一边走三百一圈 两边换来换去这样走 对 对 那你开始不行 你就一百一百 然后两百两百 三百三 要不懂 所以把你的身体的结构想成是能量流动的通路 把能量想成是水 水一般的分布 然后你要重新分配了 要重新分配这个水 你把这边打开一点 那边关掉一点 这个水要重新流通 重新流通到压力 你就要小的地方去 你把它想成是正 哦 就行了 就行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 可以问一下 你刚刚说夏天做的对不对不好 那不会有很多来说就买什么 那是不好 不要做多 一样羊嘛 现在羊 尤其夏天天六的时候 那是羊羊啊 那他自然已经羊羊了 现在你也羊羊羊羊 对不对 那你给他乡乡乡乡乡 什么东西 好 再用笔包 因为这个轻松一下 就这么说 那你改叛 你改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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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你改叛 你改叛 我改叛 你改叛 你改叛 单会长 这个推长 你到八目长练熟了以后 这一个柿子可以叛 八目长练 也就是说 它也可以练到内部的调动 跟外形已经没有关系了 要不懂 我们现在练巴姆掌开始练是用什么 是用外来引导内 就是说的力气嘛 是不是这样子 由外来引导内 因为你的内外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呢 里面还不会动 可以用这个以力气让里面产生观点可以动 等到你练到你里面会动 里面你会调配它的气息 你站在那边动 也是可以练巴姆掌 那么懂 练内功这属于内修功 内修功就是什么 就是内在能量的调配 你到了可以调配了 知识就没有关系 我们来信 要不懂 但是它是阶段性的 对 还有问题吗 你是队长的水中吗 队长 队长我讲过啊 你也可以练下啊 你也可以练这个啊 也可以练这个啊 终止 终止 它在这个最练的 它是最安全的 分对 变化最练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啦 好 那这个夏天多 多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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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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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